加油 现在是下午5点钟 阿肯带着我 我带着HONOR MAGIC FIVE PRO银眼座牌 来RAMADAN BAZAR座牌 我带着HONOR MAGIC FIVE PRO银眼座牌 嗨 我是凯恩 今天这一集算是我第一次去RAMADAN BAZAR 也是我带着HONOR MAGIC FIVE PRO 去实现一个很临时的拍摄想法 从我拿到HONOR MAGIC FIVE PRO的那天起 我就一直去实测跳跑闹跳跑闹 但是哪里有人一直跳一直跑一直闹的啦 所以我就想到可能我可以拿它去拍一些 更加热长一点的东西 RAMADAN BAZAR 再借月市集 我就想反正一年才一次 反正这样热闹 反正百坦人都会很忙 我好像可以拍一些 马来西亚味道的东西 OK 去吧 跟着我照片我带你去 我去的这个市集 在BANDA TUN HUSIN AN 跟你们讲一个事实 RAMADAN BAZAR 越迟越多人 第一个吸引我的摊位 对 就是这堆五颜六色的水 我一直有个疑问 为什么马来人想喝 这样多颜色的饮料 在试问了KAKA的同意之后 我帮他拍了这一组照片 我喜欢用两倍三倍拍人 一是可以站远一点 不会被人发现KAKA会自然一点 而是三倍中的压缩感 真的很上头 不要怀疑 这张照片 KAKA绝对是害羞 不失脸臭 有人给钱的时候 就嘴角向羊了咯 看到这堆五颜六色水 我反手直接来一张 广角饮料全家福 再来一张3.5倍长脚 两颗不同的镜头 创造出两个不同的故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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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拍个照KAKA直接请我喝水 我都讲他不是脸臭的啦 谢谢KAKA 这时我发现 隔壁的隔壁摊也是卖饮料的 我站着不动 开五倍边角拍过去 竟然也拍到了等着顾客上面的小哥 刚好跟我镜头对望 下一堂吸引我的试探火大到就来 看不到Uncle的Uncle烧鸡摊 就在我一拿起手机准备拍照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没有想到我站这样远 用3.5倍长脚 还是被眼尖的Uncle发现了 这时候Uncle对镜头比了一个不完整的爱心 仿佛在告诉我 要买烧鸡总右边 因为看了左下角的小人 像AI motion sensing 手机自动抓拍到这么多 不然你们也看到这么cute的爱心 既然都被发现了 我就直接拍了几张他的鸡照 看起来就很好吃 所以我买了 走下走下 我被一个敲碗叫卖身吸引过去 是一个卖巴汉酸辣鱼汤的阿邦 他站很高 手一直没有停的在搅拌热腾腾的汤 老实讲 这种一直冻的工作状态真的很难拍 一开始我只拍到鬼影 果断打开鹰眼抓拍模式之后 快的动作变慢了 画面定格很轻松抓拍 到了阿邦叫喊的嘴型 还有丝滑的瀑布浓腾 冒着热气 好啦 送到阿邦一张五倍长脚照 工作因子 Guts 人来人往的Bazaar 有一把歌声叫抓我 我走前去看是两个人的live fan 虽然这首歌我没有听过 但是我听得出阿邦随口唱出的撕心裂肺感 估计没有三十年的单身功力也唱不出这种境界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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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贡献了一点 默默取了跟拇指 算是给街头演唱的才艺人一丁点的鼓励啦 长焦镜头下的申请送给你们 战胜鼓励 你们知道吗 宅街约马来人哦 在热络前不能吃不得喝 但是小朋友可以 在市集那边有很多小朋友一边走一边吃 我不敢拿手机跑到前前去拍他们 所以我开了一个石碑变角拍过去 用最含蓄的方式拍下了他们最原始的一面 肥仔海里啦 石碑中拍出来还是很清晰的 最喜欢这张衣衫不整的小孩照 把后现代的现实主义完美呈现出来 这个是3.5倍拍的 身边人来人往小朋友一个人静静站着 成为了整张照片最突出的主角 最后我也成了被拍的那一位 Ken的一生 挽过来 头发还没有来得及反应 阴眼抓拍就自动拍下了回眸 那个瞬间法师还在飘动 全新的AI人像引擎2.0 肤色很自然 表情很自然 错也是自然的 有时候抓拍也是不测下 快7点了 人越来越多 Ken用3.5倍抓拍到夹扎在沙丁鱼人群中的我 和广角下警人合意的我 三颗镜头 不同焦段 看你今天想说的是什么故事 我们一共在设计走了3圈 停停走走走走走拍拍 OK If all the blue skies fade to green We're gonna be OK 深深感受到马来西亚真好 食物真好 人真好 虽然不同种族 但是我发现只要我肯踏出第一步 他们必定向我走出三四步 在这一整天不能吃不能喝 在身体被掏空的情况下 依然保持笑容 依然卖力工作 我想这个大概就是马来西亚人的亲切吧 入夜了啦 我们开车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测试了夜景拍摄 看着挂满色彩缤纷的灯笼 我有了一点小心思 十倍镜头下一盏 游龙细风图案的灯笼 显得格外显眼 走着看到卖中东甜点的摊主 忍不住远远偷拍一张 甜品太邪恶了 晚上9点开个5倍拍过去 竟然也有如此画质这张 我喜欢 最后一帅气的站岗警察小姐姐送给你们 接下来我打开了应演模式 和iPhone14 Pro对表夜拍速度 10秒内看看谁能拍更多张 这么暗的情况下 HONOR基本都可以一秒一张 只要你按下快门就必定有回应 答案揭晓 iPhone32张 HONOR先生39张 宣布拍夜景从此不需要再等了 最后也讲一讲HONOR Magic 5 Pro的这一块屏幕 6.81吋的RTPO OLED四曲面屏 最高亮度1800Nin 是目前我用过的安卓手机里面最高的了 Circadian Night Display著名显示 是这次的新升级啦 在Setting Display & Brightness这边 iComfort & Sleep 然后你打开Circadian Night模式 因为现在是12点 所以屏幕就会变得很黄 其实它屏幕会从傍晚开始慢慢的变黄 是很自然的那种 不会让你发现的 它不像普通的护眼模式 一下子突然变黄 让你很不适应 这个东西其实跟褪黑素是有关的 因为卡了这个模式之后 是可以增加20%的身体褪黑素 一个人褪黑素越高就越容易睡觉 另外一个升级是支持2160Hz的PWM调光 2160是目前行业最高的一个Number 越高的意思就代表flicker越少 越少flicker对眼睛就越好咯 看两三个小红鼠眼睛都没有这样累了啦 当然还有toothriden认真还有这个Dynamic Dimming 自然光调光集合种种这些大概 Honor Magic 5 Pro是我目前看过最多护眼功能的手机 其实我拿在它已经一个月了啦 其中一眼抓牌功能真的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功能 一个button对焦快门成像速度全部都快 拍出一张好看的照片好像突然变简单了耶 整体我觉得Honor Magic 5 Pro是很全能的 无论是外观设计、制造工艺、影像能力、性能配置 都是属于AirG 综合分数我给很高 那马来西亚价钱就已经出了啦 4299块 收一堆赠品之余还送你enrich mount的分数 你就可以拿来换golden large或者是机票啦 你们反正自己去广网了解一下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